2023中国高净值家庭现金流管理报告显示 中国拥有600万元家庭净资产的 富裕家庭达518万户 拥有千万元家庭净资产的 高净值家庭达211万户 拥有一元家庭净资产的 超高净值家庭达13.8万户 广东是拥有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地区 达30.7万户 高于北京30.6万户 和上海27.1万户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同称 广东历史上就是附属之地 有很多财富积累 家族财富传承需求和经验 由来已久 而且作为中国历史悠久通商口岸之一 广东的对外开放一直走在时代前列 相应高净值家庭的产业 也都具有国际化背景 这种以外向型为核心的加工贸易 和高新技术产业 具有可持续性强 可迭代性强 以及可复制性特点 由此也提高了广东的造福速度